第27題,27題28題是體組,彈簧一端固定於天花板,另一端掛著鐵塊,此時彈簧全長13公分,如圖一所示,若加快鋁塊,則全長15公分,如圖二所示,假設此時拿走鐵塊,則彈簧全長10公分,如圖三所示,請回答27題到28題,測量過程中,彈簧未超過彈性限度, 我們可以從圖上看到,從圖一變圖二,增加了鋁塊,從13公分變成15公分,也就是說,我如果只有鋁塊的話,它會深長2公分,那麼因為它加鋁塊會深長2公分,只掛鋁塊會10公分,所以表示它原來長度是8公分, 因為原來長度是8公分,所以表示我掛鐵塊,它的深長長度呢,是5公分,那麼表示鐵塊會深長5公分,那麼我們的鋁塊會深長2公分,那麼根據我們的虎克定律,外力會跟深長量成正比, 所以鐵塊的深長量,是鋁塊深長量的2分之5,2.5倍,也就是力量也是2.5倍,就是表示我們的鐵塊的重量,是鋁塊重量的2.5倍, 所以第二期題問我們說,鐵塊的重量,為鋁塊重量多少倍,我們答案選的是豬,2.5 速度最後,3公分鋁塊重量是鋁塊重量的3,3公分鋁塊重量,是鋁塊重量的1。6,6倍,5倍,60倍,8倍,1.6倍,2倍,1.6倍, role時2倍,1倍,2倍, cards??? 我們說,是鋁塊重量的1。4公分鋁塊重量的1倍,1倍顆重量的1倍,10倍,2倍,3倍,4倍,10倍,4倍,2倍,2倍,2倍,4倍,4倍,2倍,4倍,4倍,2倍,4倍,2倍,2倍,4倍… 谢谢大家